大家好,我们这几天的小花园的建设还没有那么简单 它还需要探测一下这地下有哪有电线 为了保证它不至于一铁敲下去 把整个线给,线路给搞断了 所以呢,他们还专门用了这个特殊的工具 能在地上就探测出来地下哪有电线 把它现在都标记出来 所以表面上小花园没有太多的进展 我过几天呢,会每天跟踪它的这个进展 我今天要说一个这几天让我们毛骨悚然的事情 由于这件事情太让人毛骨悚然了 所以我贴一好看的照片 你看这个东西了吧 这是一个小的黑色的毛毛虫 这个黑色毛毛虫呢,我前几天说了 我看见有一片叶子底下有好多 然后再一翻开,好多叶子下面都有好多 然后结果这些毛毛虫呢,它就开始进到 我就发现了在我们的外墙上越来越多 我不管它,我想它在外墙爬就爬吧 结果它进到屋里来了 最恐怖的是昨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它居然从房顶上掉下来 落在了我们的枕头上 这实在太可怕了 我还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它在我胳膊上一动 我马上就给惊醒了 醒了以后一看,又枕头上有一个 再往上看,又在房梁上也有一个 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爬,从哪爬进来的 完全没有概念 所以赶紧吸花了,把它们都给弄了 然后就拿手电筒照,仔细照 看没有了,然后才安心的又睡觉 但是后半宿基本上就没睡好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起来 起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到外面去做饭 吃饭,都忙活完了 我回来,就发现我躺在这个床上 大概有将近上百只小虫 那个非常非常小 也就针别人那么粗细的 全是小猫猫虫 然后实际上是从卵孵出来的 把我给吓的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不是昨天晚上就躺在床上 就躺在他们上面了 然后结果我一看呢 再往上一看 在房梁上正好有一个豪了的个儿的这些大虫子 它可能是生了,产了卵以后 这卵就出来了,孵出来了 但是它什么时候产的卵 它是不是这个卵生在这房梁上 然后掉下来,掉在床上了 还是,我估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看过那床,是没有的 所以它应该是从上面掉下来了 哎呀,看了我,真实在太恐怖了 结果我们今天一天 原本说要干活啊 一点儿干活 坐着呢,我就浑身发痒 过敏反应 这反应的结果呢 就让我去赶紧 就去把那个建着的虫子都给它弄掉 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 就后来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我就去跟邻居家问 邻居家门口 这个外面大门口有一家 那家老两口 那房,那个花园做得非常好看 我以前也介绍过 我跟他们一问 他们说没有 他们说这边有一种叫 white seeded的这个树 这个树上它是有 专门招这种虫子的 我们说呢 也许在我们这附近也有 他说应该是有的 但是也不会每年有很多 但是这虫子今年没到他这来 他也告诉我 可千万别带着我们这来 那他这没有呢 说明还是别的地方有 结果呢 就跟后院的那个 你接着的那些邻居又一聊 一问 他说有啊 他说我们这有一棵树上 大概有那么几百万只吧 整个树都给呼死了 他说以前是没有的 今年这个气候状况不正常 所以呢 就出来了 他说那棵树 他那天一看 哟 怎么全是满的呀 整棵树都给让这个毛毛虫 给呼死了 而且呢 从那个树枝上往下 还吊死滚一样的 全都是这个 所以呢 到我们这来的 有可能是从他们那棵树上 转移过来 哎呀 我真想让他说 你能不能买点这个化学试剂 把他们给毒死呀 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结果我一看 我怎么办呢 我们这一天抓了 就得抓了有上百只吧 中午做饭的时候 我上灶台那一站 哇 锅上也有 哎呦 我实在太痛苦了 我一看我怎么办 我必须得 这个我不能光那么打 还是光那么捏呀 我反正是不愿意拿手捏 而且我这个浑身发痒 那估计就是 还对他过敏造成的 不一定只是心理作用 这一想到 我今天晚上还得忍 就是这个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去商店里买了杀虫剂 可是呢 我还不敢喷太多 我害怕一下雨 这些小青蛙都爬上来 然后把青蛙给杀死了 那可就够要命了 不过邻居告诉我们说 再坚持两星期 基本上也就应该没有了 好吧 两星期 我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坚持下去了 我要跟他们拼了 拼个你死我活 看看这些环保人士 在这尽情地唱着歌 哎呀我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夜宫耗龙啊 听着他们这么美妙的歌声 我放松一下精神 回去再继续和毛毛虫作斗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